台鐵普悠瑪麗的車是在兩年多前 發生了翻覆事故 造成十八人不幸死亡 兩百多名乘客受傷 受案家屬就指控運安會的調查報告有誤 在今天是前往北檢的案鈴控告 英文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還有運安會的成員涉嫌未造文書 我要嚴重的呼籲台鐵 我不希望有再一個下滅族的董家 普悠瑪事故罹難者家屬 來到台北地檢署門前 案鈴控告指控運安會 先前做出的翻覆事故 調查報告與事實有出入 涉嫌登載不實 二十號在律師陪同下 向運安會主委楊洪志 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 還有調查小組成員提告 涉嫌未造文書 如果說你的報告做得這麼的草率 然後對這些 對這次翻覆的事故 判得把它也看得這麼的簡單 那影響的人次 使這些人所有乘客 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家屬指出報告記錄的事發時間 是在下午的四點四十九分二十七秒 可是行車記錄器卻顯示當時還沒有進入彎道 所以這個時間點根本不可能翻車 另外報告上還寫說事發當下有啟動列車的傾斜備援系統 但家屬強調該系統需要七秒才能建立起來 以當時的時數根本無法建立 批評運安會的計算公式理論都有問題 也擔心案件進到宜蘭地院後 這些資料可能會影響法官審理 我們是獨立調查 我們把所有的結果呈現出來 他們覺得哪邊有落差 這個就由檢察官去處理就是了 運安會主委楊洪志強調 除了資料報告 先前也曾有說明會 給家屬一個獨自說明的機會 但他們都沒有反應 這次突然提告感到有些錯愕 而對於家屬的指控 他則說一切交由司法處理 記者傳訊陳信隆 台北報導